第524章 灵武学之斗 林栋前略的身影逐渐的停缓,最后落至一棵巨树之上,目光凝聚在前方的那一道无比熟悉的身影之上。 两人来自同一个王朝,同一个宗族,拥有着同一个姓,也同样都是拥有着天才之姿,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却是真正的水火不容。 这种关系或许在林郎天当年将林栋的父亲打成重伤的时候已经铸铸,而后经过各种的事情,这种关系更是达到了那种无法调节的地步。 林栋很清楚林郎天会成为他的心腹大患,后者对他的恨意没有丝毫减弱的可能。 如果让这个家伙带到丝毫的机会,林栋知道,他必然会毫不犹豫地出手。 但同样的,如果林栋拥有着这种机会,也绝不会手软。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这两个人的性子倒还真是有些相像。 蔚蓝天际白云流动,两道身影立于巨树之间,遥遥相望,只是那眼神中却皆是有着寒意涌现,甚至令的空气都是凝固的迹象。 小颜站在林栋身后,朔大的手掌缓缓地摸索着渗透着冰凉的铁棍。 他的身体略微有些前倾,隐隐间有种凶暴之气在双目之下凝聚。 他跟着林栋多年,对于林栋与林栋天之间的恩怨也是最为清楚。 他知道林栋天对于林栋的威胁,这种会对林栋产生威胁的敌人必须除掉。 林栋,我们又见面了。 清风浮动,林栋天聚意的脸庞上掀起一抹寒意十足的笑容,缓缓地道。 哼,躲了这么久,终于肯出来了吗? 林栋轻吓道。 你知道我的,若是没有把握的话,我不会轻易现身。 不过,既然如今我敢出现,或许危险的就该是你了。 林栋天笑笑,倒是有种恢复了在林栋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的那种自信与高傲。 看来在失踪的这段时间中,他同样是有着不弱的机遇。 我不会再给你第二次逃命的机会。 林栋眼目微垂,淡淡地道。 当年的错误,我也不会犯第二次。 林社宗族前所未有的人,依然会是我。 等我将你解决掉,日后再加入超级宗派,到时候我只要一句话传出去。 你百般守护的阎城林家,便将土蹦瓦解。 林郎天森森一笑,道。 你没有那个机会的。 林栋伸了个懒腰,继续道。 废话到此为止吧,我倒也是想看看,失踪了这么久,你能有什么长进? 我也这样想。 林郎天脸庞的森然远发浓郁,旋即猛地一步踏出,澎湃园里顿时地排山倒海地呼啸而出。 那种程度竟也是达到了一元灭盘境的程度。 我知道你打败了摩烟王朝的石坤,不过正巧,前不久也有一名二元涅槃境的强者被我重创而逃。 翠菜金光突然自林郎天体内弥漫而出,其身形一闪,一拳爆红前防空气。 灵力无匹的进风,直接见林栋笼罩而进。 林栋手掌探出,一把握下,澎湃的精神力呼啸而出,形成精神力大手,一掌轰爆那灵力进风。 这一程度可还远远不够。 攻击被阻,林郎天显然也是并没有丝毫的意外。 对于这段时间林栋的传闻,他也是有所耳闻。 自然也是明白,现在的林栋比起当初已是强大了太多。 若是没有特殊手段的话,恐怕很难将其制服。 那就让你尝尝真正的武学吧。 一抹冷笑自林郎天脸旁浮现,拳迹其眼神突然已明,体内磅礴原力吸远而出。 顿时天地原力隐隐有些沸腾的迹象,而且隐隐间那在林郎天体内蔓延而出的原力中,似乎掺杂着一种比较奇特的味道。 林武学? 林栋仰头望着那暗淡起来的天色,眼中也是掠过一抹惊异之色。 没想到这林郎天竟然还真是有这等奇遇。 林栋,只有我林郎天才是天之骄子,我的奇遇不是你所能比。 林郎天脚踏虚空,背后天色暗淡,隐约间似乎是有着一道巨大的虚影浮现。 虚影脚踏天地,一种特殊的波动传开,仿佛是一尊撼动天地般的武宗。 武宗转天觉! 低神赫声猛地自林郎天嘴中传出,而后其身后那巨大虚影仿佛伸出巨壁插入天际。 顿时天地原理在此刻爆炸开来。 死! 浩瀚的天空仿佛在那巨大虚影双臂下缩小,最后竟是化为一片伸缩不定的光幕,一种极为强大的波动疯狂地荡漾开来。 光幕被巨大虚影所握,而后一拳轰爆空气,狠狠对着林洞怒砸而去。 下方的一片林海直接是在这般气压下爆成坟墨,甚至连大地都是被阵裂而开。 而此时因为四大玄宗遗迹出现的缘故,此时正有着不少人对着这个方向而来。 这里的大动静几乎是立刻便引来一道道目光的注视。 正是灵悟穴,这又是何方神圣? 那家伙的出手对象好像是那个林洞。 这家伙真是到哪里都不安生啊。 而当这些目光再见到林郎天身后那庞大虚影时,立刻便是有着惊呼声传出。 林郎天因为失踪的缘故,倒并没有人对他感到熟悉。 可对于林洞,这位最近在西北地狱名声窜得极快的新人,却是不少人感到并不陌生。 这种味道,似乎是第五宗的武学。 林洞望着林郎天身后的巨大虚影,眼中也是略过一抹凝重。 看这模样,似乎那五大护法宗派之首的第五宗传承,竟是被林郎天得到了。 深吐一口气,林洞倒也并不怠慢。 林武学这种武学太过强大,即便是他,也必须小心谨慎。 彭派原理在同一刹那猛得自林洞体内呼啸而出,而后化为武道巨大的原理光柱,光柱凝聚,竟是化为五根古老巨纸。 打红求情纸,容! 林洞一手抓出,五根古老巨纸顿时闪电般的凝聚,那片虚无当即暴力。 黑暗中,一道仿若驾铃天地般的模糊身影再度浮现。 那林洞竟然也是拥有着一部灵武学? 当虚无之中的虚影出现时,那些将视线投向这里的强者面色,当即再度变化,乌不是一脸的震惊。 打荒求天守! 澎湃的原理有点疯狂般的从林洞体内呼啸而出,而其手掌猛然朝前抓出。 同时间,虚无之中的那道虚影也是缓缓地伸出手掌。 此时,那虚幻般的手掌似乎略显凝视了一点。 虚幻的手掌抓出,虚无的空间似乎裂开了一道裂缝。 那由大荒求天旨融合而成的古老大手,直接是穿透空间。 快弱闪电般的,对着琳琅天身后的巨大虚影成全。 灵动的攻势几乎是比闪电还快。 就算是灵动与琳琅天本人,都只能见到眼中一闪而过的光景。 下一刹那,那两道让无数人心惊肉跳的武学攻势,已是犹如陨石般轰然相撞。 撞击的瞬间,天地似乎都是颤抖起来,可怕的能量飓风顿时疯狂地弥漫开来。 下方的一座山峰,直接是被这股飓风所笼罩,当即崩裂,巨尸飞落。 低沉的吼声自灵狼天嘴中传出,他的面色有些战红,体内原力疯狂地涌出。 甚至连他身后的那巨大虚影,也是仿佛发出了一道充满着灵力霸道的低吼。 而在灵狼天那灵武学发出低吼时,灵动顿时感觉到莫大的压力,当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眼神迅速地冰寒,手掌猛然一握。 破! 一道破声在天地间响起,但却并非是从灵动嘴中传出,而是从那虚无之中的虚影身影之中传出。 那一道声音竟是大黄秋天手武学之灵所发。 这道声音飘渺而古老,但却是蕴含着一种极为可怕的威压。 甚至连灵狼天身后的那一道巨大虚影,似乎都是颤了一下。 而后在灵狼天那紧缩的瞳孔下,逐渐地变得虚幻,最后彻彻底底地消散而去。 他的这武学之灵,竟然是被灵动的武学之灵震散了过去。